不需要大驚小怪 今集我們就休息一下不要煮東西了 不過很多人問 Mo姐你那些工具 尤其是在焗沙刀的時候 那些是甚麼工具 你看桌面有多多東西 要用這些東西才能做出一個沙刀 你如果真的甚麼都沒有 甚麼都沒有 能不能做到呢 都可以的 當然當你開始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很喜歡研究 然後你會把錢買這個 買那個 你會嫌棄自己現有的刀片 剪刀不夠漂亮 有沒有更漂亮 那你不要緊 一邊做的時候 你慢慢上去加組 這個就是在我過去的日子裏 對 應該是由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都有 對 在網上 現在網上真的甚麼都有 如果不知道這些用具在哪裏 其實上網就可以找到 不要每次都問我們 因為我也不方便告訴大家 因為我不是那些商店的代言 你明白嗎 我就不方便告訴大家 在哪裏 在那裏 甚麼牌子 這個就暫時不方便 OK 我們先說說有甚麼道具 好 首先最重要是 要有一個盆 有一個靚仔的盆 我覺得找一個玻璃盆 都相當不錯 用玻璃盆來做 有些人就這樣拿一個不鏽鋼盆 有些人說不鏽鋼盆 在你放了天然蝦糊 就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不太重要 不過不重要 如果你反正都用的話 可以考慮用玻璃盆 OK 這些就很方便 對了 好像還有人問我 那個蓋是甚麼 甚麼蓋 對了 這個也有人 買了一個刀在那裏 是一個膠的蓋 對 即是你沒有 你找到這個又可以蓋 你明不明白 真的有甚麼東西都可以蓋 如果再沒有 你拿你自己的人 這樣蓋上去半個小時 OK 又可以 其實在10元店的微波爐蓋 都是那些 是嗎 是啊 10元店就有一個了 是啊 這些可以找到的 這些都是很便宜的東西 那這個 是用來做甚麼 有時候你不想 你用來攪拌麵粉 而且有時候 你會知道 麵粉和水 黏到到處都是 你可以用這些 用來刮一下 讓它乾淨一點 有些人喜歡用這個 用來攪拌麵粉 嗯 OK 你可以用這個來攪拌 這些就是 其實做麵包 蛋糕 很多人都會有的 但是 特別是給沙都 很多人 就會買一瓶這樣的東西 這瓶是我們變身用的 Vin 你看看 我已經衝了 是不是這樣 你很不尊嚴 真的不是我年代的東西 不是啊 你上次做到的 我不是做的 我唱而已 你你你快跪下 講完 對呀你你快跪下 我不要唱錯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這個麵粉和水 就是用這瓶棒 就是三個刀 就是用來攪拌它 我覺得這瓶棒 真的挺好用 如果大家真的找到 其實也是在網上買的 你不妨考慮 但是沒有可以嗎 當然可以 有很多人叫我用手 因為你可以 有那個感受 感覺到它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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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喜歡 其實這些東西 沒有可以嗎 可以 條條大路通沙烏刀 條條大路通沙烏刀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 就是在 在 刀 的時候 嗯 有這個東西 你幫一下手 是差很遠 因為刀可能有些黏的 嗯 黏著桌子 你又不想用那麼多水 整天弄濕到 會太多水 那你就用這個幫你 很多時候是幫到手 如果大家看第一集 就會看到 阿Mo姐 那一刻 讓它裏面的空氣 可以是 非常 很帥 很帥 那個刀 這個 嗯 這個是一架探月針 就是叫溫度計 我很喜歡 來自我 有些時間 我認真一點 其實你不認真 都可以做到 因為我說 你很大到 痛手一刀 但是當你 喜歡認真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整天看著 你的刀的溫度 嗯 有些人就說 到某一個度數 他才覺得 是可以再做下一步 嗯 好了 這個掃了 這些掃就很有用的 例如剛才我說 我在尾聲的時候 灑些粉去 去形成刀的時候 很多時候 多了的粉 我又可以這樣 做好些的台面 因為做好些的台面 你做完之後 很多的粉很軟 你可以整整整 也有時候 那個刀 多了一些粉 我就可以用這個 不可以掃乾淨 有時候這個 太大了的面積 我又可以用這個 OK 這兩個都是同樣的 你用化妝 不要用化妝的 用這些 OK 我真的敷衍 對 你掃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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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對我了 這個要這樣掃乾淨 哇 很高級的 但要小心一點 是一塊刀片來的 也是網上買的 其實 Score的刀的時候 是容易切到耳朵的樣子出來 玩得久 你就可能會很追求這件事 它這個就是 有一點弧形 對 有一點弧形 不過大家用的時候 當然要小心 不要戒到手指 OK 明白 好 小心點 慢慢先 很容易戒到的 你有沒有試過 有試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這裡這樣按著刀 然後這樣戒 在這個位置 另外那邊就戒到 其實很多人進廚房 煮東西 一定會做到的 一定 戒到這個是很小事的 就 不需要大驚小怪 如果是小事的話 你忍一忍吧 不然有人剝掉了 又是戒刀 對 我又覺得它很漂亮 好像化妝品YouTuber 對 很漂亮 這個是哪裡買的 這個是網上買的 也是網上買的 其實大家就這樣Google 麵包戒刀 就會找到 現在這些戒刀 基本上 是哪裏都送來的 OK 然後又有另一款 這個是你最喜歡的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戒刀 因為我覺得 我比較容易運作 因為它這裡好 這裡比較大 它進去 就不需要在這裡 卡住我 我就是用這個 這個是最常用 很喜歡的 其實有時候 你又不用跟著 Mouje exactly 這一把 不用 是看你們用那個手法 自己 幫不方便自己的手法 其實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膠剪也可以 膠剪 這樣剪開它就可以了 OK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譬如老實說 如果我到我去旅行 那段時間比較長 很想弄手刀 我就會自己在那裏 立即買些麵粉 我就會做 我不會特意在那裏買把刀 就是這些這樣的解決 那我就會 我想 見什麼用什麼 Mouje也都教大家 要做一個聰明的baker 我想大家要懂得變化 變通 不是說沒有了那樣東西 我就不能做的 就煮不到東西了 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大家太乖了 不用聽我講的 我這些道具的東西 給大家一個參考 有時候都要變化 這個本身是用來沖茶 但其實不是的 Mouje也有另一個用法 是的 我發覺這個東西 如果我看它 這個東西用來沖粉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搓的時候 是要有些粉 然後放在桌子上 通常大師那些 就會拿一拿粉 嘩 我想試一下這一下 其實我試了很多次 我一嚇一嚇 這裡周圍都是 對 我自己一身都是 都去不了 我要的地方 然後就發覺 不要玩了 不要裝了 所以就找了不同的東西 譬如這個也可以 但我發覺 用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東西 來做這個灑粉 都發覺這個 是最好用的 它又不會太多 是剛剛好 我就會放在這個桌子上面 然後又會在刀上 你可以撕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將它 在這個形狀 好 那這些也是 其實我也是 走到哪裏 周圍都有 對 你說得對 周圍都有 到瓶了 對 這些瓶 有大大小小 不同的尺寸 其中一個 我就是用來做兒子 我用這個醬筋 我加進去 對 醬筋是加進去的 對 大家不要以為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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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是加進去的 醬筋是可以一盒買的 好病的 對 對 那這個蓋子有什麼特別 要蓋緊它 對 OK 我經常告訴大家 不要蓋緊它 不要太緊 讓它有空氣流通 所以這些蓋子 因為有醬筋 很容易太緊 所以我做完 我只能放在室溫裡 讓它發酵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 其實有些人 就把醬筋脫掉 它就沒有那麼緊 然後才蓋住 都可以 但是我會 就這樣放在這裡 來 做了這些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個籃子呢 因為這些刀 又有大 又有小的 如果你的刀 那個麵粉的份量 是300 或者是350 這樣 你可以用一些 比較小的 OK 三個都是屬於小的 但如果你去到450 500 你就可以用一些大 那就是 看你自己 當時的刀 它的大小 來選擇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帽 是不是shower cap 會不會呢 你試一下 合不合 size 合不合 你一頭油癡 好像麻質一樣 對 那你就可以 它很好 因為你 你進去的大 那裡 也可以 小的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要布 要布 可以保持到 這些basket乾淨 不會發霧 不會黑 因為你的刀是濕的 如果你在清潔的時候 不夠乾身的話 它很容易發霧 因為這些是 藤 木 對 我自己 有一個這樣的刀 但是我有一位好朋友送給我的 這個 是Campio送給我 這些刀是很好的 有些麵粉 黏在盤子裡 你可以拆掉它 拆掉它 拆掉它 對 你試一下拆掉 又可以 我要叫Campio送給我的 然後你才放進去 焗 已經關火 只剩下余溫的焗爐 去燙乾這些basket 你就不用擔心 它會潮濕 發霧 OK 有些電子的儀器 好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Scale 就是一個磅 是的 這些磅 你就知道 我們要磅的麵粉重量 那些材料多少 你就需要一個磅 對嗎 給大家一些提示 這個磅是有5000克的重量 可以磅到 我就希望大家 如果買的時候 買一個最少有5000克 5000克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一個碗 一個玻璃碗 都相當重 如果一個碗 已經是一千多了 OK 那你加上麵粉和水 下去的時候 一分鐘是過3000克 多過3000克 你放不到 放不到 那裡就出了一些怪字 ERROR 是的 ERROR 那你就死了 你又放了東西下去了 那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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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慘 這些情形 所以你為什麼要買一個 有5000克的 好 然後這個 這個 挺有趣 對 這個是一個時間 總之在整個過程裏 我們有一個時間 知道每隔半個小時也好 多少時間也好 我們再做下一個步 我們就最好 任何時間都可以 任何時間 但是你這個時間特別厲害 因為就是在南大讀書的時候 一套東西賣的 所以是未必找到這個 在香港未必找到 但是任何時間都可以 對 也是一個手機來的 喂?阿May 沒有 沒有 只要說你好 哈哈 哈哈 OK 謝謝阿B 你去 對不起 錯了 錯了 好了 到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鑄鐵鍋 那個 那鑄鐵鍋呢 我們整天說 很舒服 鑄鐵鍋呢 就是我們經常說 焗沙律鍋的時候 去做一個 Oven screen 就是因為 我們將刀放進去 之後 蓋上它 蓋上蓋上它 這個東西已經是鑄鐵了 而且在這個溫度的時候 比裡面那個噴塊更高 更熱 更熱 刀里面的水 蒸汽的水 预热会膨胀得很快 所以包出来就会好看很多 升得很高 对了 你用什么尺寸认为对 又是看你的刀的大小 例如我上次做的500 这个有时是不够大的 你就买一个大 但如果是300-400 这个也是足够的 其实没有这些铸铁锅都可以 一样可以 总之有任何的锅放进去焗炉 有个盖子盖住的都可以 是的 如果其他不是铸铁锅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但我也想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这些铸铁锅 坊间真的很多 有便宜有贵 封件有人 你不一定要买一个名牌的 总之你可以放进去焗炉 有相同的效果就可以了 嗯 没什么不明白了 对吧 很清楚了 哈哈哈 好了 这次我们就 讲解都很详细了 最重要是提醒大家 记得 没理由现在都不记得了 就是要留言 要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们的YouTube频道 More Moments 是的 好了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举巴仙 真的很好 如果你想继续看的话 请你lik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More Moments